哈囉 大家好 廢話不多說 下禮拜六就要比淘汰賽的16強 然後會分成4組 每一組會取出一位最強的 然後晉級為決賽4強嘛 那決賽4強就在下下下禮拜這樣子 然後那一天打完就會選出 神魔第一季資格賽王者杯的冠軍 然後現在的16強有一個應援活動 到時候決賽4強也會有另一個的應援活動 先說16強的應援活動 剛剛說16強會分成4組 所以玩家們必須要在每一組之中 選出一位你認為會晉級的選手 那這分別是A組的玩家有這4位 以及B組的玩家是這4位 然後再來C組的玩家是這4位 跟最後一組D組的玩家是這4位 那當然我這邊是 就是我也不要說我選誰啦 避免會有拉票的嫌疑 然後另外這邊我想說 這16位選手們能夠晉級 已經是非常的厲害 真的很厲害 不管怎樣 我是希望說大家尊重一下選手 不然你去比阿對不對 呵呵 有點像 不過我的意思是說 因為選手們的壓力 一定比我們更大 所以這邊的話就 不要給選手太大的壓力啦 如果你支持的選手沒有晉級的話 這時候你要做的就是 給他們一個大大的鼓勵 這是最好的 好啦 那這邊回到重點 每一組你要選擇一位你支持的選手 那如果最後比完的話 你選擇選手有一位晉級的話 你就可以獲得1顆莫瓦斯 阿如果你的運氣非常好 有兩位晉級的話 你就可以獲得2顆莫瓦斯 阿如果你是神差的話 你有3位選手晉級 你可以獲得5顆莫瓦斯 阿如果你真的是料事如神 你下注的 阿不是下注啦 你猜的 你支持的4位選手都晉級的話 就可以獲得10顆莫瓦斯喔 然後這個是16強的應援活動 這邊看到說右邊也有一個 是到時候我們比完會有4強出來 到時候還會有一個應援活動 會從這4位玩家們之中 再選出一位你認為會晉級為冠軍的選手 那參加獎都有一顆莫瓦斯 阿你猜中冠軍的話 還會2萬獲得5顆莫瓦斯 這樣子 然後這邊讓我工商一下 比賽一共分成4組 那A B組會在下禮拜六的時候比 那C D組會在下禮拜日的時候比賽 然後這4組比賽官方都會直播 所以會有4次的直播在官方的臉書粉專上 而且直播是會有派獎的 然後每一次直播也有分享獎 我自己比較在意的是 那個分享2000的時候 會再有一次帶有規條的系列一抽 那如果4次直播都到達2000的分享的話 就會有4抽免費抽的機會 我自己是蠻喜歡這個獎勵的 只是帶有有些玩家們 我相信也都已經畢業了 可能就比較無感就是了 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感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那關於賽制的一些規則的話 也會補充在影片留言處 那影片就先到這邊 感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我們下部再見囉 掰掰